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過三個美景好辣醫師團 廣告中有許多耳熟能詳的詞彙 而這些詞語 竟跟健康息息相關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大家 其中的關聯性 好辣軍團們 又要分享什麼經驗呢 大家好 其實很多廣告詞 都滿有意思的 我記得有一個廣告說 我是兩次 以前的身體 過三次來回一天兩次 都沒問題 她老婆馬上叫她 兩次耶 一個次都照顧不了來兩次 你純粹去找而已 有沒有 我這個不太多 妳自己的廣告是嗎 印象最深刻 就那個什麼小妹妹啊 張君小妹妹還是什麼的 印象也很深刻啊 還有一個就是 有一句就是一定要講說 什麼母湯 像女生就是女人母湯 我這樣台語講對嗎 女人 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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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母湯 算一滴嘴 不是 我覺得 我覺得這集應該找楊秀慧來看 還有一個就是 男人千萬母湯說不行 對 楊秀慧 對 這個 剩一支嘴 或者千萬母湯說不行 不行 這個要請蜜尿科求醫師 是 我們這就破題 千萬母湯說不行 那防止不合怎麼解決啊 其實我們 去接觸這類的病人 大概分成四個方向來看 第一個就是 第二個 血管性的問題 包括 還是會造成這方面的痛 那第三個就是精神狀態 當一個男人 他36小時不睡覺 他絕對不會有性慾的 那 是啊 是啊 對 可是他過那個時期之後 他其實就不會有性慾 可是他 這麼累 為什麼會沖雪沖成這樣 為什麼 假如是身體狀況還不錯 他以前 他打牌只要熬一天一夜 齁 但是他講說三天三夜可能就 對 那表示瓜哥身體還不錯 謝謝 那我要舉個案例是 真的有一個四十五歲的 左右的一個男人 然後來到我們診來 對 身材很好 就是六塊肌 人魚線全部都有 很羨慕對不對 但是老婆一劈頭就說 他說 禁欲其外 感覺好看 對 然後說就是 結婚大概兩年 前面都很正常 大概在這半年來 幾乎都不碰他 那個先生也說 他其實也沒有什麼 DIY方面的慾望 也沒有說 我會想要跟老婆 在一起的感覺這樣子 那當然就是剛剛查 那四個方向 慢性病沒有 全部都很正常 那血管性 他其實有在運動 運動健將其實也沒什麼問題 那 一般正常荷爾蒙大概在300以上 300到800之間都算正常 驗出來都只有100多而已 對 那當然就像之前節目我們講 會去查一下 腦下垂體方面的激素 有沒有什麼問題 甚至有時候我們會查到 有腦下垂體腫瘤 驗出來也沒問題 對 那金蟲也驗了 也沒有問題 那到底什麼出問題呢 其實他後來發現說 他是因為要維持這個身材 他不太敢碰油脂 所以他全部都是水煮料理 那在很短的時間 在瘦下來的時候 造成荷爾蒙會失調 這樣會 對 為什麼 因為其實 男性的荷爾蒙 它的原料其實還是來自於 所謂的 所以我們還是說要吃好的油 你不能完全沒有 當你沒有原料 當然就不會去合成這個 所謂的 那短時間內降太低 他當然就會對老婆 失去了這方面的信譽 這樣 會不會只對老婆失去 這個我有問過 他真的對所有女性 都沒有慾望 所以老婆甚至還懷疑 她的性向是有問題 所以她是炸婚 所以把它當成煙霧彈這樣 是 了解了 那是身體真出狀況 對 如果說子餓 對 我分享一個個案 他是一個34歲的男性 進去門診的時候就跟我說 醫生 我不行了 然後想說納悶 我們是神經內科 如果你那邊方面不行 為什麼不是掛咪尿科這樣 然後他又說 最近這兩個禮拜以來 他每次進行那件事情的時候 都會突然間劇烈 頭痛 這個頭 這個頭頭痛 然後而且 平常沒有在做那件事情的時候 都完全正常 只要一做那件事情 他就會劇烈爆痛 那我看到這個病 其實身材是不錯 那個也有運動 也沒什麼其他方面的問題 那檢查起來人也是正常 那就給他排一個 腦部的核磁公正掃描 一發現 覺得他大腦裡面的血管 都緊縮 像一節一節收縮這樣 像阻止這樣一節一節收縮起來 那我們就知道原來他得到一個叫做 那我們就請他 那你這段時間只好禁癒 先禁癒幾個禮拜 先不要碰那個事情 那我們開一些血管擴張的腰 給他治療 那他就好好的就是 冷了那幾個禮拜 還好因為這個病本身 它不是天生的 它是因為大腦的血管 在某一個階段 他會變得很敏感 只要一出力一用力 或者是說性行為 他就會爆痛 那所以他過了這段時間 慢慢大腦慢慢適應 他就會慢慢恢復 還好是良性這樣 所以要暫時禁癒而已 對 然後後來他過一個多月之後 再回診他就重出江湖了 也可以 對啊 你萬一做到 半年 三個月半年這樣 不是很痛苦嗎 男生 還好這個病大部分 差不多一個月左右了 一個月多一點點 那有些人真的忍不住 也有看到這樣的個案 忍不住就在做之前 然後開一些藥物先吃 預防性先吃這樣子 不過這樣還是有點危險性 因為擔心他那個血管緊縮得很厲害 變成缺血 變成重痛 所以這個只要 這個只是靠 所以馬上風是這樣來的嗎 不是有人做到一半 對 那個有可能是 譬如說腦血管破裂 這個它是可膩的 它是可以恢復 而且平常都沒事一做 就會發生這個事情 也是短暫的大部分 我接下來要分享我的 但不是因為房事的關係 不是因為房事 但是造成我生活上面的困擾 因為我發現 我有時候跟朋友在講話的時候 然後聊得很開心 大笑的時候我會露尿 對 而且有時候在露尿的狀況 這麼年輕 對 就是這麼年輕我就露尿 當你有生過小朋友 就還沒有生過 所以我就會很擔心 是不是我私密處出現什麼問題 對 然後那當時其實就有一個 就是剛開始出來那種 私密處的拘禁雷射 然後我想說這個不需要動刀 不用動手術 我只要去做雷射 就可以改善我露尿的問題 所以我細節我也沒有問得很詳細 我就立馬跟醫生講說我要做這個 我覺得整個過程就是很奇妙 因為他就放了一個像那種飾管 就是玻璃飾管 然後放在你的私密處 然後 我們以前節目有介紹 好像是像個小燈管 對 就是放在私密處的地方 就是他把那個探頭放進去 他有點溫熱 然後他就會很急速就是 有點像打那個雷射 擠發的那種概念 對 然後我就好緊張 然後就是摸在旁邊 然後他整個過程就是 熱熱刺刺麻麻的 然後我也記得就是大概 十幾二十分鐘就結束了 然後我就回去就是感覺一下說 可是治療不會這一次吧 對 他其實他那個醫生有說 他說我是輕微的 所以我只要一次 那如果你比較嚴重 可能要兩次三次以上的那個過程 那個治療的過程 你剛剛說你回家之後呢 那我回家之後我就發現 我大笑那個 就不會滴那麼大滴的尿 對 然後我就想說 就只有這個露尿的問題趕上而已 沒有醫生就說 沒有你可以回去去照照你的私密處 他會有點粉粉的 然後我心裡想說真的嗎 然後我就拿鏡子這樣照 粉紅色 有 後來我發現 我就那個露尿問題有改善 就不會覺得說 有時候褲子濕到 內褲快掉的感覺 那你為什麼不敢把它完全治好 現在就是還好 現在OK嗎 對 現在OK 但是我有一個朋友 他其實也生了兩個寶寶之後 他也是 因為露尿很嚴重 我就叫他去試試看 對 然後確實他說 他老公的感覺就是非常的良好 所以沒有多久他又懷了第三胎 所以如果說 如果你要增進夫妻間的感情的話 我覺得藉由這樣子的一個方式也蠻好的 我想觀眾想要知道 為什麼你們生過小朋友的 為什麼會產生露尿 這個問題 是以前憋尿的問題嗎 對 其實那個為什麼會露尿 其實基本上就是 膀胱的支撐變弱了 所以其實有時候我們可能 比如說 或者是 低音也是有些相關性的 所以其實就會開始有一些露尿的情況 像我們其實想要去做重訓 我們如果姿勢不對的話 姿勢其實是會惡化我們的骨盆體肌 就是 反而沒訓練到 對 沒有訓練到反而惡化它 那其實像那個雷射會建議就是 如果你有露尿情況的話 其實會建議你做三到四次 對不對 一般是做三次 那如果說露尿比較嚴重的話 我就會建議做四次 那再來就是雷射另外好處就是 它可以增加緊實度 因為像我自己有一個案例 就是她是一個離婚了 但是她之前生過三個小孩 那三個小孩都自然產 那她就會交了新男朋友 那新男朋友她就覺得說 每次跟她在一起的時候都沒有感覺 她就覺得說 到底是我太小 我躲太大還是她太小 所以她就很生氣 然後結果她來找我 然後叫我幫她檢查 我就幫她內診 真的是她比較大 因為她生了三胎 其實就整個都撐開了 所以她就跟我說 那醫生我想要做手術 那我就說可以啊 我可以幫你做手術 她就說可是我男朋友很小 你一定要幫我做很緊 所以我說 太緊其實也會不舒服 那我就跟她溝通了之後 勉強我說好 那我幫你做兩指幅的一個寬度 然後接下來再幫她做了一個雷射的治療 然後做完之後 當然她就是回診的時候 她就說 他覺得效果非常好 對 那除了那個緊實以外 那剛剛提到說美白 對 私密處她漂不漂亮 擺不擺 其實也是女生很在乎的問題 對 因為有一個案例她是 大概不到30歲 然後她就是 她的外應就是 小鷹唇就是過長 然後也過厚 然後也就是因為摩擦的關係 所以變得很黑 她就覺得她自己要這樣 非常 她就沒有信心 所以她就常常有發炎的現象 因為她其實 因為就是私密處如果說 她的那個過長的話 其實會把一些髒東西 就擠在那邊 她常常就發炎 就跟男生包皮過長是一樣的 一樣的道理 對 所以她就常常發炎 所以也對她很困擾 然後也因為她 就是在外觀不好看 所以她跟她男朋友在一起的時候 她一定要求關燈 她說一定要關燈 她才要脫衣這樣 所以她們就來看我 然後她男朋友還掏錢幫她做 讓她做這個手術 那做完之後 隔天我查訪 我還給她們 拿鏡子給她們兩個看 她整個就驚呼 她覺得 你是誰 謝謝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